大家好,今天是7月15日,星期一 7月又過了一半 我們看到在上星期時,大市的成交有所增加 之後北水不見了 我們再跟著看看 這幾天就不見了 為什麼不見了? 可能是因為三中全會在今天召開 人們就要等一等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等 阿爺一定會有一些在制度上的大改革 其改革之力度應該和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就是鄧小平說改革開放 今次應該是會有一些是中國自建國以來 一些稅制上的分配的東西 是有所公佈的 估計一下 北水流入的就是這些股票 有半導體、有銀行、有通訊、有行運 而流出的全部都是有煤炭、有所謂的波幻股 有金屬股、有汽車股 還有香港的一些銀行 今天有一個市跌 上升的板牌只剩下三個 始終我們都要找五個出來 五個入面怎樣呢? 後面的三個 沒有什麼上升 黃金是升的 電信部門也升的 煤炭也升的 我們看看 黃金升的 接下來這些都是很大隻的金礦股 所以基本上升是比較實在的 電信股 亦是升的 不是太多中國的電信 是香港的電信 是不是很實在呢? 這就是大家見人見識了 煤炭也是很實在的上升的 這些都是大型的煤炭股 不是太小型的 像這些藍藍資源 再其他就是其他 其實很多就是基金股 基金股方面 這些都是ETF等等 好了 我們看看 無法拉 一片綠 升的有金絲水 有中國神華 有反向的南方指數 有紫金也升的 我們看看大肆方面 大肆方面 是升破了保利加通道中軸之後 現在又有回調 這個回調 最主要就是要像這樣就可以了 回調 可能今天會跌回 這裡也是這樣升上去 今天會跌回 可能明天還會跌一跌 不過再一定要站起保利加通道中軸 然後可以再上去 這些都是 升上去 然後跌下去 再上去 升上去 然後再跌回 千萬不要這樣跌 這是很重要的 再次我們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 可以考慮一下 留意一下 還有一個公共事業 忘了說 好了 可以留意一下 然後再講 ASMPT